与祢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这 千古不变 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总比祢慈爱 阿弟苏说祢的恩典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爱我们大家 好 我们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今天的话语 求你圣灵陪伴着我们 与我们同在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希望神的话语 能够改变我们的思想 改变我们的人生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祭祀阅读 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一 到三十八节 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 拉比拉比 请吃 耶稣说 我有食物吃 是你们不知道的 门徒就逼此对问说 莫非就拿什么东西给他吃 耶稣说 我的食物就是遵行 差我来者的旨意 做成他的功 你们此不说 到收割的时候 还有四个爷妈 我告诉你们 几目向前观看 庄家已经守了 可以收割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继续谈 关于旨意 神说 耶稣说 我的食物就是遵行 差我来者的旨意 什么叫做旨意呢 我们若从福音 去了解一下 耶稣的生命 会看见 耶稣一生 认为最重要的就是 顺服神 完成神拆他来试的旨意 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 也是百分之百的人 他来到这个世间 不是享受 享受吃我们的面条啊 吃麻辣汤啊 吃鸡肉啊 想尽这个世界上的 永华福贵 不是 耶稣 道成肉身 来到这个世界 是遵行 祂的旨意 那就是说 祂要百分之百的 变成人 来到了这个世界 活着像你 你和我一样的 每一个人的生活 来遵行 神的话语 就是吃下 吃什么食物 什么食物呢 神的旨意 那 圣经其实并没有 寻找神旨意的观念 寻找意味着 已经逝去了 如今要事法寻回 但我们最需要的 并不是要去找到 而是要去 遵行神的旨意 你说李牧师 我怎么遵行呢 好 我告诉你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 他是基督徒 每个礼拜天 都到教会去做礼拜 但是礼拜一到礼拜五 礼拜六 他的生活 比世界上的人 还要更照样 赌博 他是男生 玩弄你孩子 抽烟喝酒 礼拜天就到教堂 你说这种人 是活着神的旨意吗 不是 活着神的旨意的人 是什么呢 活出爱来 神的旨意呢 其实就是祂的话语 早已清清楚楚地 在圣经里 告诉了我们 我们所要做的 只是效法耶稣 行在神的旨意里 就如今王领下了 圣子 作为成名马上要 截子 并随即遵行 要紧的是 顺命跟从 不是花时间去 行行迷迷 亲爱的弟兄姊妹 顺服神啊 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也不要说 哎呀牧师 很难啊 我怎么顺服神 神的话语 是这么艰难的 我说啊 如果你爱一个人 他叫你做什么 你都肯做 对不对 如果你疼一个人 你又很牵就顺服他 我看到年轻人 谈恋爱的 还没结婚的时候啊 亲亲我我的 你爱啊 亲爱的 哎呀 你爱我吗 我爱你 结婚了五年 十年 二十年 那个爱呢 就淡下来了 每天都吵架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体系他 你会顺服他 你会照顾他 你会听从他要求 那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 也是要这样子 好好地爱他 好好地顺服他的话语 做出他的旨意 记得神的旨意 就是他的话语 他叫你 不要犯罪 你就不要犯罪 他叫你要谦卑 你就要谦卑 你的生命 一定会得到 非常非常幸福 快乐的人生 好 我们直接地罗祷告 向大爸父 谢谢你 这么爱我们 这么疼我们 祝你圣灵 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 实行你的旨意 好好地爱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送耶稣 对你祷告 阿们 我眼睁燃烧 让我们 舍起神的好家 让我们 传掉耶稣 基督的真道 一起满墙 合一的玄叫 再出现 同行的祷告 让我们 终于释迦的古诗 你赞美在宝座前围绕 让复兴的火在我里面燃烧 复兴的火神灵的火在我心中点燃 复兴的火神灵的火把我烧在主 复兴的火神灵的火在我心中点燃 复兴的火神灵的火把我烧在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